干手症案例 温肤的重要性 某女士60岁 双手皮肤干燥脱皮归裂 甚至会有发痒的现象 手掌面的皮肤会愈来愈厚 愈来愈干 严重时只要碰到水都会引起恶化 有医生说是富贵手 有些说是干手症 曾使用各类药膏 护手产品或乳液 让手部维持湿润 远离或少接触 容易诱发富贵手的东西 但是都未见改善 2014年11月16号 用红豆袋绑在手上温肤 只温肤一天就看到效果 但手上绑住红豆袋 容易脱落不方便 于是改用薄围加暖暖贴 24小时温肤 前后三天明显改善 2014年11月16号 为处理前干燥脱皮 龟裂疼痛发痒 温肤后一小时左右 龟裂处有明显愈合 厚皮稍有变软 红豆袋温肤 温肤约三小时 龟裂处几乎愈合 硬皮变软 改用微薄加暖暖贴 24小时温肤 2014年11月17号 第二天继续温肤 晚上症状几乎完全改善 2014年11月18号 第三天 2014年11月19号 第四天 第一天 第四天 第四天